如何在26岁前快当经理? 免着声明,可能并不是用于所有部门, 但是对大多数部门有效。 首先,自己要在加拿大公司有一年半的工作经验, 以掌握重要工作职责, 并建立供应商、承报商、客户向你的个人品牌。 工作一年后,向你的领导询问关于你的表现, 并问有没有其他职责可以承担。 所以你对公司能做出更多的贡献。 如果你的表现好,领导也制成你, 他可能会直接为你晋升到下一个级别, 比如组长或者主管。 如果你只有得到增加的职责, 而没有晋升,那就等到6个月再看看。 如果6个月后还是没有晋升, 你应该考虑还工作了。 如果你的个人品牌很强, 你肯定会受到人家的热烈幻影。 当你加入新公司的时候, 可能会先从普通员工开始, 但是由于你已经不是应接生了, 而是一个有经验的人, 晋升的机会会更大。 一旦你获得晋升, 比如组长或者主管, 至少要在这个职位上待一年。 然后如果你发现了自己没有任何发展, 你可以开始探索到创业公司的工作机会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在创业阶段, 经常需要有经验的开拓者, 而且愿意提供更高的工资。 你越早加入, 成为经理的机会就越大。 如果你的技能超出平均水平, 而且在公司待得比其他人早, 你肯定会在一年内被晋升为经理。 怎么样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